走 各位童馨 請坐 現在要開始上課了 各位童馨 請坐 現在要開始上課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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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不要再講什麼日本竊佔台灣 這是英文版的 中文說明 我剛才寫過永久完全主權 看這個 China,Shit2,Japan 這兩年是片語嘛 這是割浪 割浪的片語 英文版跟中文版 跟日文版三個版本是同時簽訂 同時蓋英章 同時兩個國家一起審訂 絕對不是說幾年之後 把它中文翻成英文 不是 這已經是割浪的動作 這不是竊句 這個不是竊戰也不是竊句 看清楚 其他國家有沒有同意這個條約 有 1922年我們找得比較近的就好了 1922年1895年 到現在1922年已經經過二十幾年了 跌倒於太平洋日美英法裔成立的五國條約 裡面也有寫 寫說台灣 澎湖 是你日本的領土 在這裡華盛頓 簽署的海軍軍備限制條約 也有講 這天前你已經中華民國已經誕生了 你怎麼不可以有用不可以插一下 你中華民國 你中華那邊共和國 你這麼有種 最近常常在講 這天前你怎麼不可以講一下 當時找不到資料說 你有喊過台灣是你的 對啦 來一個是非題 大家來認清一下 因為這是一題很容易錯誤的地方 日清 假如戰爭 簽訂馬關條約 清國皇帝將台灣全島 還有澎湖漏掉 台灣全島跟澎湖 就是護屬島嶼跟主權 永久割讓給日本天皇 是非題 你中華定了嗎 乍看之下應該是對 答案是錯 錯在哪裡 這題目漏掉啦 台灣全島幾乎屬島嶼啦 這樣 對不對啦 錯 錯在哪裡 錯在 錯在 大清國 沒有割讓台灣全島 沒有割讓台灣全島 不然割讓台灣半島 看看 在這裡 因為當時 大清國 並沒有完全統治全台灣 他只有六個漢人屯肯區而已 其他的都不是他的 所以 大清帝國 從來沒有割讓全台灣 給日本國 這要注意 給日本帝國 沒有 從來都沒有 在這裡 當時割讓是這一塊而已 這是台灣嗎 這邊不去了 這邊不去了 因為這邊是什麼 中央山嗎 這塊而已 所以正成功 關乎台灣 錯 正成功關乎台南 可以啦 關乎台南可以 對 這是什麼 這是以前的 這是西班牙 這是荷蘭 還有一個大杜王國 大杜王國是本土台灣的 這是 平埔族的 這個大杜王國 在歷史上有 你應該可以找 至少我家族譜有記載 如果 這個當時 大杜王國就是 在台中縣 大杜烏日鄉 這個國家 這個國王 他們 都 全台灣 台灣 我跟你說 台灣就可以 比較實實是一個國家 不是日本國 也不是中國 也不是什麼荷蘭國 西班牙國 不是 我們就可以 確確實實是一個台灣國 但是四百年來 從來沒有一個 真正本土台灣人 統治過全台灣 所以我們就只好給人家統治 所以有八個國家來這裡 才能炒雞 比哀 來 你如果是誰說 我們條約 不切 不切 中國人可能會同意 因為你拿證據給他看 名字他再來找 人家 我們先總統講說 對日抗戰 廢除不平等條約 所以這個條約不順算 也對 管理條約是不是切算各人 反正條約都不順算 所以台灣有中國的 有人要來討論嗎 你怎麼回應 來 看一下 1941年 民國30年 這是二戰 中國在重慶宣佈 對日戰爭 廢除 馬關條約其他的 廢除百年來的不平等條約 請問 我們就輸了 請問各位 這種廢除 這種生命 有效嗎 無效 大家都知道 答對了 重點就是單方而已 單方的無效 竟然還寫在歷史課門 在騙大家 我真正是 混年了 我問你 我們家如果打人打個KL書 過天上去 KL書都對我不利了 不要 拚拚拚單垃圾桶 就叫做廢除條約 可以這樣 有這種契約是這樣廢除的 對方還一份 對不對 你如果有可能說 自己拚拚拚就準算了 中國的意思嘛 我自己看法說廢除就廢除了 沒有啦 你如果要廢除就可以了 兩方面叫來啊 重新寫契約啊 對不對 然後生命就約 不算嘛 敢不敢 找到現在找不到啦 從來沒找到啊 說中國跟日本 重新寫條約 申明 馬關條約失效 沒有啦 我們看這個 1958年人家 英國人 這個外交部長次長 馬魁斯人也說 根據國際法 一個國家是不能什麼 片面廢止行為 重新取得 已經有條約而割讓的領土權 哪有片面 所以都亂說 中國人都不會打 我們不會打 都不知道 我認為 我們都知道 至少 既就啦 中國人剛才進來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啦 為什麼我們的長輩都沒有發聲 誰敢啦 二二八你什麼聽過 大大四了啦 對不對 誰敢講說 你學不會講 對不對 今天講明天不見了 隨便他講啦 我們都在家裡點點而已 一台騙過 又騙兩台騙三台 大家都哦 對 對 歷史書 課本都寫對 亂來 好 我們聽得很簡單 跟這裡就好 因為我沒辦法 講得很詳細 來農區都講得很詳細 我講得很詳細 一個跳 一小時都不夠我用 跳 抓重點就好 來講開羅宣言 中華民國也說這個嘛 對面的中國也說這個嘛 開羅宣言 來 我跟你說 開羅宣言的用意在這個 鼓勵蔣介石 如果認真去查歷史 你知道 真正是 回到他回到 還會減落馬賽 回到他回到就說 中國怎麼可以去變台灣人 阿拉馬賽 台灣人怎麼這麼悲哀 為什麼叫 鼓勵蔣介石 看了一個歷史 因為有這個事件 叫佐藤事件 佐藤是日本人喔 不是啦 這是中國人 中國人走在日本 就是蔣介石派過去 到日本之後 化名叫佐藤 其實中國本名叫 摩兵 摩 位語綢摩 我聽過 這個字 摩兵 蔣介石想要跟日本單獨構合 就說我們來 私底下和解 不要抬了 希望日本就從此 離開中國 順便幫 蔣介石解散南京政府 然後取消 滿洲國國號 這個東北 三省 遼東半島 讓我蔣介石來管 南京政府 蔣介石不是南京政府 不是啦 蔣介石哪有南京政府 蔣介石是重慶政府 南京是汪精衛 他想說 我來日本吃條魚 跟日本講一下 中國都我來管 那多好嗎 我不要抬了 反正我知道 我抬輸你日本嘛 派這個去 1945年汪精銳 這考試院的副院長 叫他摩兵的 在這個代曆 代曆聽過 然後就江委員長 都去了 派去了 他叫你看 有什麼 有啊 後來啊 搬給他 8萬元獎金啊 還給他包養令啊 那今天有講成功 大家也知道沒成功 對不對 如果成功就不用台了 最後還是失敗啦 就是日本不同意啦 日本不同意 可是蔣介石 有一個優點啦 好啦好啦沒關係啦 沒有苦 沒有功勞有苦勞 給他包養令 8萬塊 這後來去 通門國知道了 這事件去通門國知道了 我們先看一下 其實通門國 以前就在說過了 他們在社會的時候就說過了 我們不能單獨跟敵人構合 結果中國 不信邪啦 想說人也不知道 我們踏踏出過去就好了 結果你看 美國有發現 其實 美國在當時 只是耳聞啦 聽說啦 其實 並沒有真正的證據 之後 日本戰敗 麥克阿瑟在日本 6年 日本有曾經被美國佔領 你知道嗎 6年 那就是 挑一千一千的解散啦 從來都沒有 外國人 統治過日本 不對 在那才查到 在日本也查到 有說真正有這件事 查到之後 麥克阿瑟 可能我說 好啦 竟然還有搞這一招 不早就同門國戰而已 戰書名啦 這樣要找誰 當然就台灣也不給你了 不給那個 中華民國 來 那 給你看 賀瑞了 35年 這已經 二戰結束了 飛機失事 這章是槍壁 章是料曝光 資料曝光 趕快做切割啦 來結論 不用緩了啦 亂來 因為中國亂來 蔣介石根本認知 台灣是日本的 中華民國幹嘛 我只要守護我的 滿洲國就好了 我才 不稀罕這個台灣 好 這是 最後的結論啦 其實我剛才說這個 魔兵事件 第一當初 同門國就已經有點 風聲啦 但是沒有證據啦 證據是二戰之後 麥克阿瑟到日本 才找到的 那這個證據還沒找到之前 怎麼辦啦 哎呀萬一真的要怎麼 蔣介石跟日本講和 日本從中國撤軍 帶來太平洋 我美國我們四個 用意在哪裡 你中國 一定要把日本軍 留在中國 這樣我美國才容易打仗啊 在太平洋才好打仗啊 聽懂意思 好啊現在要怎麼 現在要講和呢 先一步好了 叫來 叫來埃及開這會 開螺旋就這樣展開 來 打叫來 鼓勵他啦 鼓勵他什麼東西 欸蔣介石 你比較認真壞的 好好的 把日本啊 控制在中國 事成之後 台灣黨給你 用這個啦 要贏了啦 那個學生啦 一個學生啦 一天就落桌了 都不特色啦 爸爸要怎麼 小明啦 你比較乖的 下次進步五分 爸爸給你什麼東西 鼓勵他啦 所以開螺旋就是在鼓勵啦 你比較認真打的 還不然比較認真笑他 喔 要注意看喔 這是他的用意喔 那看一下內容喔 這是中國自己的公報啦 開螺旋 他這是原文版的喔 這兩個很重要喔 日本 has stolen 從中國 就說 日本啊 從中國 所竊佔的這些 哩哩哩哩的東西啊 通通要歸還 包含這個 澎湖全黨 那中華民國就拿 開螺宣言有講過 要把台灣跟澎湖 還我中國 現在 打勝仗了 所以台灣澎湖 台灣澎湖是我中國的 他用這個在說啦 其實你看看 這兩個是什麼 偷竊 我問你當時才偷竊 日本當時才偷竊 當時才偷竊在台灣 你怎麼說 沒有嘛 沒有就不用行 就這樣子喔 這 我們再看看 英文版 重點之下 三大同盟國 這一次所謂的戰爭目的 是在懲罰這個日本的侵略 我們三國 絕對沒有要圖利自己 沒有要拓展疆土 我中國也沒有要拓展疆土 我只是把敵人趕走而已喔 那三國的宗旨就是 剝奪日本從1914年 第一次大戰之後 在太平洋所剝奪的一切島嶼 還有 從中國竊佔的領土 我問你啦 1914年 台灣是誰的 對不對 日本什麼時候竊佔你台灣 你怎麼拿開螺宣言出來做什麼 我們以前也有台外開螺宣言 怎麼沒說什麼竊佔 你看 怎麼沒說什麼偷竊這兩個字 他怎麼敢跟你講 他怎麼跟他寫都要略書課本 寫的就 落開了 聽懂 黏黏黏黏 這是第一個重點 你開螺宣言就說用偷竊的 我說沒辦法 我沒辦法 照開螺宣言偷竊 還給你中國 這合情合理 再來 回到剛剛講的 也在三分之一而已 當初簽訂馬關條約 割讓台灣島 也才三分之一而已 喔 現在你燒台 台贏了 你就全部台灣島都要把他關回去嗎 有那個道理嗎 更何況 中國 從來也沒有 整的統治過台灣島 你從來都沒有 享有台灣島的完整主權 對不對 你當初也只有給我三分之一 我喜歡我日本人要給你全部台灣島 你中國 乖乖乖乖 馬關條約 台灣才好日本人開發 那中央山脈 東部的高砂族 跟日本人 20年 才投降的 高砂族 厲害 不簡單 厲害多厲害 就沒有一個偷偷照出來 如果就偷偷跑出來 把日本人趕走 統治全台灣 就叫台灣國 我們沒有 所以現在差都沒有 那個機會已經 沒了 不要再吵台灣國了 不要再吵台灣獨立了 我們再看看 那開羅宣言 波子坦宣言 疊二次大戰 其實二次大戰 沒有其他這兩個宣言 根據統計有14個宣言 這個法律位階都不高啦 就用政治主張 那14個宣言 後來講了馬關條 講了舊金三條約之後 人家的其他12項的宣言 都拿在蛋本色浪 因為就已經總結在 舊金三條約 其他宣言 再拿出來講什麼用 為什麼中國都拿出來講 他就沒有東西 他講了 說幾項不想再講什麼 聽懂我意思嗎 杜勒斯也說 1951年 你看這已經 這民國40年 40年 這已經 戰爭結束了 就近我們合約開始 要撤了 要怎麼寫了 就說了 這是暫時的生命而已 卡羅宣言是暫時的生命而已 不要把它當條約來看待 不過去年 馬英九有講 他說 宣言也是條約的一種 因為條約有十幾種形式 他說 宣言也是一種 有 真的浮年 今天都在黑白鴨 大家都沒有國際觀 來這是 San Francisco 舊金三和平條約 48個國家 簽訂的 竟然不講舊金三條約 竟然去講 開羅宣言 這真的有問題 這個中國真的有問題 2000年 全世界五十幾個國家 50多個而已 有48個簽 等於全世界都認同 全世界就同意這一條條約了 有一個國家不認同 那叫做中國 他說我沒有簽理 我沒有尊勝 真的是 有比較煩的 不知什麼人是煩 中國煩 中國煩 其實講真的 中國戰後的好處 在舊金三合約 21條 都已經講過了 那大家有在統計 其實二戰之後 拿到好處最多的是中國人 但是 最沒有出力的 也是中國人 那你還要在吵什麼 你還在吵什麼 你有沒有羞恥心 請問一下 什麼叫 什麼叫中國人 關乎台灣 什麼 10月25號 台灣關乎節 請問一下 兩邊的中國 你們中國什麼時候 根據哪個戰役 哪一場戰爭 打贏了日本 讓日本人投降 你講啊 你講啊 你講不出來 哪有什麼講和台灣 剛才有講 不能擴展人家的領土 這個 寒戰爆發 舊金三條約還沒簽訂的時候 竟然有寒戰爆發 我這個做人家很壞 做人家嗆聲 你美國如果敢 直逼亞利江 我中國不會袖手盤 我一定說到做到 我一定在講 這個美軍真的要推進到亞利江 中國軍 也一樣 雲山戰利 重挫美軍 美國真的在這裡 跌跌這個地方 輸給了中國 這個網路上YouTube 你可以搜尋 真的有那個影片 這個韓戰一打之後 這樣不用說 好 不管啦 開羅宣言啦 到底有沒有效啦 日本有沒有偷竊台灣 我都不管了 杜勒斯啊 我堅決啊 台灣不給你中國了 你說你就可以拓展你的疆域 你打到別人的國家去了 真的 真的看 叫中國說 你美國不是一樣 你美國也打到台灣島 你轟炸台灣 台灣也不是你美國的 你也擴展疆土 事實上我們就不行 這樣炒你知道嗎 你說什麼 美國可能跟我說輸 好 不然你如果說 台灣是你的 那給你一個機會 到聯合國 到聯合國去講 中國就到聯合國去講 這開羅宣言 這開羅宣言 也說波子坦宣言 波子坦宣言 只有什麼 只有 只有第八條 稍微跟台灣 跟開羅宣言有關 他說 第八條開羅宣言的條件 必須要實施 之前那個開羅宣言 要付諸實施 因為日本主權 只限於 本週北海道 這些東西 所以中華民國 那兩個中國 都說 根據開羅宣言 波子坦宣言 台灣 已經是中國的領土 開羅宣言就不好 波子坦宣言就不好 兩邊的中國 麻煩 有沒有新的說詞 我們台灣民政府正在等 我們要吐槽 但我們說不好 我們看中國人怎麼說 其實中國人 也說台灣應該獨立 也說台灣不是中國的 你知道嗎 剛才最初的孫彭宇 勒書書應該有寫 說是日本的 現在來看這個 他們中國人也自己說 台灣要獨立 好 這什麼人 孫中山 支持台灣獨立 這他找 這他找 再來 胡適 宗恩來 協助台灣獨立 你看 這都找 因為我時間有限 我只能這樣放一下而已 毛澤東 蔣介石 那種什麼 他們都說台灣要獨立 為什麼台灣回歸中國 為什麼關乎台灣 你有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對不對 如果台灣是 你們中國的 為什麼你發獨立 你應該要說什麼 我們要怎樣 我們要趕走日本人 對不對 我們要協助台灣同胞 對不對 回歸祖國 對不對 你從來都沒有喊過 只有喊過台灣要獨立 中國 台灣不是你的嗎 你怎麼不說要協助台灣人 趕走日本人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是 我們就接受錯誤的歷史 把錯誤的歷史當成正確歷史 我們就沒有反抗力 我們今天來打民間戶 最重要的 我要拿歷史 拿真實歷史給各位看 麻煩各位回去推廣一下 事實證明 毛澤東跟蔣介石 在這個太平洋戰爭 對台灣真的沒有野心 之前都沒有野心 結果我上學野心開始發了 開始亂講 說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 結果蔣介石 喪失了中國 我問你 蔣介石 中華民國黨史來台灣 你用34年 34年那是 二戰都要結束了 真正完全離開中國 是38年 請問一下 俄巴黨史發生的 俄巴黨史發生的 民國36年 36年 發生228 38年 中華民國亡國 我覺得這是報應 知道沒有 這是報應 你殺了我這麼多人 你還來我們家 把他吞打 結果毛澤東說 這樣好 我繼承中華民國 大家也愛他 所以講真的 今天台灣最大的亂源 最大的亂象 就是因為 中華民國 在台灣 台灣 你敢不是這樣嗎 我有講錯嗎 中華民國在台灣 今天中華民國在台灣 台灣的國際地位 台灣的問題 不會那麼複雜 搞到台灣人都搞不懂 天天去參加選舉 年底又要選舉了 講真的 台灣民政府很害怕 我們真的很害怕 年底的選舉 我們現在在抽人數 我們只能需要4000人 但是進度就有點慢 為什麼 只有來上課的人知道 外面沒有人知道 外面的人要知道 就是靠各位 好啦 到這裡 來換舊軍山合約 其實台灣人的地位 在舊軍山合約 就看得出來 存在都可以不用說 只要看懂舊軍山合約 就知道台灣的地位在哪裡 可是想想看 我們在國中高中 念歷史的時候 有講過舊軍山合約嗎 沒有 為什麼不講 當然不能講 對不對 講了台灣人就知道了 來 先講這個 陳宇大家知道 228要不要去玩什麼 這是中國頭頭 陳宇說1946年 民國35年 對不對 35年 中華民國還沒亡國 陳宇就寫信給蔣介石 台灣的財處 我們已經搜刮空了 什麼時候要走了 這什麼意思 台灣就不是你們中國的 他們自己也知道 人家麥克拉社 只是說因為他二戰之後 勝利了 哇想不到日本 統治那麼多 領土 美國人手不夠 開始分配佔領 叫你們中國來台灣給大家灌一下 又不是給大家拌了 杜魯們 說蔣介石宋美林 他們一家都是賊 有沒有聽過 真正 亂來 亂來 陳宇怎麼可以來 他接受日本投降同時進行軍事佔領 是根據什麼 不是因為中華民國的政府發佈 國內命令叫他來 是因為蔣介石以同門國成員的身份 承接 麥克拉社的第1號命令才能夠進來 今天如果沒有麥克拉社第1號命令 中華民國要在中國 不是要在中國 再滅亡 那什麼中華民國這個四個字 那真正因錯洋差 台灣人就要承受全部 你知道嗎 那鼻子都在我們身 1950年 韓戰爆發 剛才說過 剛才說台灣政府會定論 那當時 還沒簽訂就軍我們合約 說台灣政府會定論 還沒簽訂之前 為什麼講台灣政府會定論 想想看 你還把那個歷史年代要叫 中華民國什麼時候來 民國34年 1945年 1950年 5年了 中華民國已經在台灣發台灣 光富節 發5年了 這禮拜就發台灣光富節 台灣如果是你 就是什麼台灣地位定論 這個講到什麼聽 講到你中華民國又聽了 拜託 台灣不是你中華民國 不要一天 都給大家發講 什麼台灣光富節 聽懂嗎 1950年 已經喊台灣光富節 喊了5年了 剛才說不是啦 這不是你們的 地位會定 不要亂不亂 跟小孩大小 就是這樣 有沒有 符合謀殺 台灣未來地位要等到 太平洋安全恢復 或者由聯合國來決定 不是你中華民國 不是你中國所有算 再看 1949年 民國38年 就要亡國了 就要亡國了 來看看 香港 大公報 說什麼 盟軍統帥 麥克拉斯表示 台灣現在還不是 中國正式領土 因此 南京政府垮台 那當時 南京政府垮台 因為中華民國建築在南京 不是在重慶嗎 光富 二戰結束了 從重慶搬回來 南京垮台 中國不能進入台灣 美國要協助台灣人獨立 說這個 當然不可能協助台灣獨立 再來1949年 何仲勝 蔣介石如果前來台灣 逃避中共 或在台設立 是流行政府 部署樓下流行政府 1949年 中華美國是個流行政府 百分百流行政府 不相信的人 到台灣民政府來上課 或者找台灣民政府 任何一個穿西裝的 你問 大家都知道 都可以解釋 今天是因為 沒有機會 讓我們台灣民政府的人 在公開媒體 講話 不然 三天 中華民政府就把官藏起來 還留在這裡 囤打導人 來我們看一下 開始來講 就算我們合約 第二次大戰 這大家也知道 簽訂 日本是吉田茂 就算我們合約 看看 第二條A 跟第二條B 這上下條圓 很棒 Rekonise The independence of Korea 來 他說 日本承認 韓國獨立 Renunce 日本放棄所有的權利 頭銜 或者主張 對於韓國 包含這些 其他附屬島嶼 你看 這三行 跟這兩行有沒有一樣 自己看 有沒有一樣 有沒有一樣 有啊 都 Renunce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Renunce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一個是 一個是 換履股 對好 等一下 這兩座不是一樣 差別在 怎麼多了這一行 劃線的這一行 韓國 多這兩座 台灣怎麼沒有加這兩座 沒有問題 喔 你看到嗎 不是 這個告訴我們 韓國可以獨立 台灣 不能獨立 舊金山合約已經講了 韓國可以獨立 大膽去獨立 舊金山條約48個國家 簽了 承認你 台灣獨立 可是沒有說 台灣獨立 啊是怎麼 韓國獨立 台灣沒有獨立 啊 我知道啦 你忘記了 忘記你寫啦 亂來 怎麼忘記你寫 你當這個寫 怎麼忘記你寫的 齁 嘿 上下跳你寫在一起 那忘記了 那到底是什麼原因 因為 重點來了 因為 日本人 還沒併吞 還沒侵佔韓國的時候 韓國就有自己的皇帝 他就是個完整的主權國家 只是打輸了 叫日本吞你 在打仗之前 在假如戰爭之前 韓國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有自己的皇帝 請問台灣有嗎 沒有 那意思如果 意思是說 如果台灣在當時有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答對了 寫上去 台灣獨立 聽懂 我們機會我們已經熟了啦 你現在話說我是台灣人 我愛台灣人 愛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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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死的 台灣要獨立啦 沒有效啦 因為求日本天皇強先一步啦 白隊人白第一名 也沒有那種重新排隊 第一名就第一名了 你怎麼吵得不好啦 聽懂嗎 台灣島已經被 日本天皇 收歸為國土啦 你台灣人永遠沒辦法獨立 所以外面有賣花的 台灣要獨立的 選舉 好 怎麼怎麼 別吵他 因為不了解台灣真正的歷史 所以他會有一些誤解 但是重點來了 我們只要在座了解 就不要跟著他們在那邊獨立的 別跟他們獨立的 第二條 那二十一條 結果一下就說中國跟朝鮮好處在哪裡 中國相關權益好處在哪裡 對不對 又不是沒有給你中國 又不是忘記你中國 你中國近年說他沒有簽二年 等一下 究竟三條A中國真的沒有簽字 沒存在 沒存在 這都賣到 這好處你都賣到 你都賣到 怪了 你們中國人 邏輯永遠都不通 來 23條A 我怎麼隨意跳到23條 不好意思 大家說時間有限 這重點在這裡 美國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是這個 主要 占領全國 這個power 全 也是一個國家 也可以翻成國家 疊界 占領 權 的國家 用我這個占領權的國家 美國是擁有這個占領權的國家 占領全國 也就是說今天二次大戰 這一場戰役 我們跟日本簽約 東門國跟日本簽約 我日本是占領全國 我占領全國 我說了算 我說蔣介石進來台灣就進來台灣 我說蘇聯 那個東北三神給你灌 給你灌 那時候 整個太平洋地區 亞洲 叫麥克拉斯 分派 分派佔領 那台灣就分派到蔣介石 蔣介石也跑到越南去 蔣介石也跑到越南去 也去人吞達 越南人 餓死兩百萬人 剛才唱啊 收歌啊 中國人有一個很壞的習慣 什麼習慣 只要打腎臟了 衝進去了 燒殺乳越 搶三天啊 搶完之後 來 阿兵哥 幾號 喔 什麼好坑的 喔 讚讚讚讚 嗯 沒了 這個還要頂 將軍才開始衝 這個好的這個給將軍 這個好的這個給皇帝 他說 禮拜天開始唱啊 他說不是說有什麼 載黃金幾百幾萬兩 然後 解救台灣 經濟危機蕭條 我這樣放肥 台灣人都唱了之後 還要黃金 來 2013年 中國外交部發言的洪蕊 他說舊軍三合約 中國沒有參加簽訂 所以 無效啦 剛剛那些好處你不要的嗎 無效 我問你一個問題 那你那個波斯坦宣言 你中國沒有參加 你知道嗎 那當時波斯坦宣言你中國沒有參加 那你為什麼一天大人喊波斯坦宣言 你都選擇性的 你那個中國人很怪 這是日本投降書 這二戰的時候 投了兩顆原子彈 看看就好了 日本天皇 這是 剛才那是 日文版的 這是翻成中文 這不重要 日本也很君子 很純粹 好沒關係 波斯坦宣言有發表那些東西 我也可以接受 台要掛 要留給人 所以那時候台灣島 到底是不是真的 中華民國關乎台灣 日本也不想講話了 1949年陳陳 不要聽過 陳旅安已經拔 陳陳 陳旅安最近走下去 我真的不知道 台中了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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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讓 台灣成為一個 復興中華民族的堡壘 來擔護 復興中華民族使命 就輸出的都在什麼 古早時代 發三四十年都發這個 請看 夏文 蔣介石 1月5號 1月13號 8天之後 馬上打電話給陳陳 喂喂喂 講 陳陳 台灣在對日合約 未成立之前 不過是我國一個 托管地帶性質 怎麼可以說是用來 圍剿共產黨 最後的堡壘 你看看 他 連蔣介石都知道 台灣不是他的 為什麼要發 台灣光復節 這 38年 34年竟然就光復節了 你看 表面上都打人家說台灣光復節 私底下 他們自己都知道台灣沒有光復節 都在騙 最大的詐騙集團 在台灣 叫什麼 中華民國 1950年 自己也說 都跟蔣介石說的 這可以再找 陽明山 陽明山知道 台北那個 我們的ROC 中華民國 在去年 都已經隨著中國 淪陷 亡國了 我們都是亡國之民 自己都這樣講了 來 看蔣經國是在什麼 1949年 他記載 蔣介石 我爸爸 我爸爸對他講 英美恐我不能固守台灣 使這個太平洋海島防線會產生缺口 很急著要 我們 交給美國管理 說什麼 你中 我不知道你中華民國這麼壞 你中管台灣 王國 你叫你顧台灣 你怎麼顧他 我看 買買買買買 我美國自己來管好了 你看蔣經國拳擊 跟他寫 這還有 富君借貨我駐東軍代表 盟軍總部 那當時麥克拉社在日本 有 有 有沒有 蔣經國 蔣介石 中華民國 馬英九 台灣如果是你的 你在緊張什麼 台灣如果是你的你在緊張什麼 聽懂了 喔 來過來過來 現在開始要歐隆使得了 王國了 沒所在去了 好沒關係 進來 開始騙 台灣人開始騙 要怎麼騙來 1946年 來快點 01297號 台灣人原來就是我國 國民 因為受敵人 日本人侵略 喪失國籍 現在國土崇光 反而是原有我國籍的人民 從民國34年開始 都通道恢復國籍 喔 果然是同胞啦 我們台灣人果然是中國同胞啦 你有沒有看懂裡面的 怪怪的地方 什麼叫做 原來是我國的國民 什麼叫恢復我國國籍 剛才有來講過了 你們中國人 你們清朝 也不過只有台灣的三分之一 而且那些人 鄭成功被清朝 消滅之後 都關上去了 有空的話 自己回去翻歷史 都關上去了 要重新有另外一批人 進來台灣 管理 私人建議 關上去了 為什麼 原來就是我國國民 再問一下 高砂族同胞 各位高砂族同胞 你們什麼時候被 中國人管過 你什麼時候 中國人的國民身份證 憑什麼恢復 既然沒有怎麼會有恢復 搞什麼恢復 搞什麼恢復 台灣著名的日本國籍身份 其實 不是依中華民國這個 其實 其實我們安國國 可是你會講 可是我們真的目前真的是拿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其實不是這個 這個是亂講的 亂講的不是可以不要拿嗎 重點在這裡 1952年 日華台北條的第10條 變成我們是中華民國國籍 從那個時候 就真的要領中華民國身份證 領他的護照 不是這一張 傑餐字 是這亂講的 但是真的有這一張公文 真的有這個公文 來 我們 時間有限 20多分鐘來 1950年聯合國否決 美國侵略中國的台灣 台灣不屬於中國 我剛才有說過 因為 韓戰爆發 中國人去跑到那個韓國去 跟日本修台 所以 不給你 台灣不給你 怎麼差 台灣本來就是我中國 深圳固有領土 為什麼不是我的 來 不給你講 去聯合國講 190年 真的講 吳修全 還有什麼 什麼喬國法 一堆人 九個人 浩浩蕩蕩 跑到聯合國去 紐約聯合國去 去 聽說 說兩點鐘 說到意氣風花 說到意憤填飲 說到天花亂墜 說到自己 他們自己就寫回憶錄 回憶錄 我們去聯合國怎麼樣 我嚇得很痛 你各位知道 他這是 11月 11月中年 吳修全 他叫11月底 被我們否決 為什麼 你們那兩個鐘頭 又沒有講到任何條約證據 說明台灣是你中國的 都在那邊 半甘情而已 半甘情而已 所以被我們否決 中國很不高興 再給你們中國一次機會 再給你們中國一次機會 再去找更多的證據 來證明台灣是你中國的 請問一下 找了沒有 從1950年早到現在2014年 還沒有找到 還沒有再回聯合國去講 所以台灣不是你中國的 大家要知道 日華台北條約 日華台北條約 馬英雄也有說 簡單看 日華台北條約是什麼 這個是在台北賓館簽的 有100多個人到場 舊君山 和平條約 生肖前幾個小時 才簽訂 在這個條約裡面 我們可以回去上網找 真的 找不到這個東西 沒有提及廢除 馬關條約 也就是說 你若是 中國人你若是說 馬關條約不平等 馬關條約 各讓 台灣或切佔台灣 你中國人 不承認 可是國際承認 沒關係 日華台北條約 中華民國跟日本 台北條約 你為什麼不寫一寫 順便講一講 那個舊契約 順便寫一寫 把它毀掉好了 對不對 明文記載 也不寫 不敢寫 要寫 夜公超 何天烈 這是台北何月 重點在這裡 舊君山條約26條 有講 日本政府 你可以單獨跟其他國家簽約 但是不能超過 你如果舊君山條約不是 有一些地方不完整 有欠缺沒關係 你可以再欠 但是不能超過 好來我們看看 第三條 關於日本國 跟國民在台灣澎湖的財產跟 對於台灣在 台灣澎湖的 中華民國當局 跟居民 所做的要求 的處置 怎麼處置 注意看 中華民國當局跟居民 為什麼是中華民國的居民 為什麼是日本國的國民 請問居民跟國民一樣 居民跟國民有沒有一樣 不一樣 國民是有拿身份證的 居民是拿居民身份證 等它居民證 外勞 來台灣工作三年 居留證去找那個 對啊 中華民國居留證是居民 日本是日本國民 這個人要搞清楚 這個裡面已經在講什麼事情了 你要知道 來第10條 就本業而言 中華民國國民應該還要認為 包含 依照中華民國在 台灣澎湖所施行 或將來可能是 怎麼具有中華民國 你現在說 你現在說 我現在要頒發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給台灣人 那哪些人 擁有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的 這些人 是你說我們在座的 所以各位 我們是領國民身份證 我們是領國民身份證 我們不是領公民身份證 你要他拖喔 拖沒有啦 你沒有公民身份證 那公民跟國民有一樣嗎 絕對不一樣 公民才可以去投票 以前都有人投票 你知道 你知道中華民國對其他國家怎麼講嗎 外國來說 你們中華民國為什麼可以找 台灣人去參加你們的選舉 沒有沒有 是他們自己願意的 我們就讓他 沒關係啦 大家共同 共襄盛舉 要投就很投 這滿台灣人 台灣人也有在裡面參選 懂嗎 什麽 手蜜 定途 就說 中國人 中國的國民 應該包含底下這些 就在本土台灣人 這什麼意思是什麼 似同 我們不是真正的中國人 因認為 我們不是真正的中國人 我們是 勉強被當成中國人 就說 我問你勉強 是完整的嗎 我問你 0.9 4.5 1 0.9 等於1 不是啦 可以當成1而已 不代表0.9等於1 我們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不是真正的中國人 我們是 日華台北條的有誰 有誰 自己比較主角 OK 來11條 除了本條約跟補充其他之外 反正中華民國跟日本國 因戰爭存 存在狀態而引起任何問題 都按照 舊金山合約 日華台北條約 11條就這樣說了 馬英九你為什麼不講舊金山合約 你為什麼不講舊金山合約 你去年怎麼講 之前他都講日華台北條約 你日華台北條約 再怎麼寫 還是要按照舊金山 條約 來12條又講 中日合約 如果任何爭議要以太平洋戰區觀點處理 請問 台灣島 是太平洋戰區 台灣島是太平洋戰區 那不是中國戰區 你如果說台灣是中國的 好啊 你為什麼當初 二戰的時候 你中國不來抗議 台灣要 規劃在 中國戰區 閩南法 台灣就不是你們中國的 他要發什麼 太平洋 這有什麼差別 有啊 太平洋戰區 有 美軍司令是什麼 麥克阿瑟 中國不是麥克阿瑟灌的 中國是一個叫 威德麥的美國人灌的 聽開 台灣不是中國戰區 台灣不是中國的林土 你看 中國沿海還有一些也是太平洋戰區 你看 這啦 這都是 這都是 這打二戰之後 這在太平洋戰區 開始掛 啊 這蘇聯 這不是 這是中國的東北 對啊 各位 來 中華民國來到台灣 說 台灣是 中國的 我問你啦 你們蘇聯 當初蘇聯 二戰時 去分配 中國東北 你中國東北 怎麼會不會說 也是蘇聯的 你聽懂意思嗎 你們來台灣就說台灣你們的 如果蘇聯 去分配 東北 三省九省 你們東北也 蘇聯的 你怎麼會不會說 他們都選擇性的你知道嗎 我說得很減啦 因為我證據充分 來夜公超 1902年 剛才簽那個 台北合約 他去立法院喔 簽完立法院 台北合約第十條 問啦 這是在寫什麼 看不出來 我剛才滅滅 舊軍三合約 他自己說 夜公超說 舊軍三合約 並沒有規定把這些島嶼 歸還給中國 中華民國 沒有台北的主權 你看 簽 日華台北條約的 夜公超 自己在立法院 對著立法院講 那你還在講什麼 你中國人就說 台灣不是你們的 你在講什麼 那由立委就問 不然現在是什麼會 台灣跟朋友是什麼地位 夜公超說 事實上這個地方 由我們中國控制 但是微妙的國際形勢 他不是我們的啦 日本沒有權利把台灣跟澎湖 群島移交給我們 你看看 你看看 你們自己都這樣說 還在說台灣是你中國的 日華台北條約 他到底有沒有效 當時有效 那現在已經無效了 我剩五分鐘而已 他說1972年 兩國 那當時 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 真正實質上 控制全中國 控制得很穩定了 沒有人會給他推翻了 局勢穩定下來 很多國家開始承認他 日本也來插一腳了 簽訂了 中日建交聯合公報 這個中 中華人民共和國 然後跟中華民國斷交 日本政府 日華台北條已經失去那一結束了 各位 日華台北條已經結束了 奇怪怎麼可以結束 中華民國有承認嗎 中華民國有承認說 日華台北條約結束嗎 中華民國要不要承認 都無所謂了 為什麼 你已經離開了你的領土了 你已經離開你的領土了 你的領土已經有一個新的政權了 你就是被消滅掉了 你 跟你簽的合約 自然就失效 我要跟這個新的政權簽約 請問一下 我們如果去當做一間房 房東換人的 要不要重新欠契約 要啊 你舊的契約 老店也不好啊 換了新房東 你拿舊契約是要幹什麼 中國都換老闆啊 你日華台北條約自然就生效了 我管你中華民國要不要承認 對不對 換房東了啦 怎麼這樣 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到底是有效嗎 在台灣有效啦 中華民國自己說有效 你知道嗎 那時候真的不好啊 這就不好啊 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都不好 來 馬英九 2009 我最喜歡吐槽馬英九 在締造中日合約的時候 不但確認了戰爭的終結 確認了把台灣朋友主權移交 我們剛才都看一遍 跟台灣有關的 有什麼台灣主權移交 大清帝國 大日本帝國皇帝 簽馬關條有什麼割浪呢 完全割浪呢 好啊啦 真的台灣澎湖 變成你們中華民國 不然你也寫了一個割浪給我看 都看不到找不到割浪 找不到明文記載的上面 什麼台灣澎湖 已經 回歸祖國 回歸中華民國 衛頭還要看不到啦 你楊老師暗欠 不然你自己回去找 那些條字 從頭到尾 從第一個字看到最後一個字 真的都沒有 你馬英九在講這個幹嘛 因為你們台灣人不懂 因為我們台灣人不懂 他講我們就信 啊 春三文章 台灣關係法 來 台灣人 你是誰啊 我們在台灣人這種 奮鬥了好幾年 找到了找到了 原來 美國是我們的 監護人 我們的母國是 日本帝國 陳水扁 那在講台灣關係法之前 應該先講一下AIT AIT AIT是在我們 關台灣人 關黨關齋 其實中華民國最害怕AIT AIT 不是美國的 一個 公家機關 AIT是一個 美國的民間組織 啊 民間組織喔 怎麼可以拿它 還可以關中華民國 因為中華民國也是個民間組織啦 要知道意思嗎 台灣關係法 台灣關係法 中華民國 參議院在投票 然後 卡特總統 簽了 好可以 升下 中華民國參議院 這代表台灣關係法是美國的國內法 絕對不是一條國際條的 國際條的 不用中華民國參議院都在倒評 這叫台灣關係法 竟然是中華民參議院的代表 所以這條 台灣關係法這條法律在美國是美國的國內法 啊 台灣是美國的喔 也不是很對啦 但是有一點邊了啦 有點站到邊啦 但不是很對啦 美國國內事務要由 國會議員來掌控 台灣關係法 美國已經中止 中止了 美國和台灣統治當局 這名文記載喔 什麼叫台灣統治當局 1979年之前叫做中華民國人 現在不是了 所以中華民國 死竅竅了啦 還中華民國在台灣 那這個關係法說 不得違法美國 對人權關係 要來看 People on Taiwan People on Taiwan跟People on Taiwan不一樣 這個台灣關係法 保護到什麼 流亡的中國難民 所以今天台灣關係法 OK好 這樣我時間差不多了 講真的啦 有一點點 可惜啦 但是最後 修憲七次 也沒有把台灣歸納 中華民國的領土 好這一節課我時間告一 到這裡就好謝謝 各位同心請等一下 請等一下 好